早餐 現在我也在新竹的堅持 我們在特製咖啡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司馬庫斯 因為司馬庫斯 平日跟假日都有上山的管制時間 平日是不用申請通行證的 但是上山時間下午的時段是三點後才能上山 我們這邊過去大概是一個小時15分 所以我們現在先在這邊喝點咖啡 等一下的兩點的時候再從這邊開上去 就可以直接上司馬庫斯 期待一下這一趟的司馬庫斯之旅 現在是1點50分 我們準備要出發前往司馬庫斯 因為管制站三點開嘛 然後現在開上去 大概就是三點多一點點 我們想要越早到營地越好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出發 天氣超好喔 一般的管制時間是 12點40以前跟3點後才可以進去 3點5分到管制口了 現在已經可以進去了 快一小段就變全二歲 前面的工作也太辛苦了吧 現在是3點50分 我們抵達馬庫斯的牌樓 要下來量體溫 少一下時間 我們剛剛經過這一群是小木屋區 但是我們的舊部落營地不在這裡 我們要回到剛剛那個遊客中心 然後老櫻住有說照他們的標示走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回去 那邊上來之後 這裡有一個舊部落營地的牌子 然後路上有路牌 我們的營區在那裡 4點22我們到舊部落營地了 這裡超漂亮 可是從入口開過來的路不太好開 然後我們因為都沒有人 只有我們一站 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始先搭戰啦 這邊是B區 那邊是A B C D 我本來訂這邊 然後因為以為廁所在旁邊 結果他是在他的下面 所以一樣要走下來 所以我們就改訂 改到B區 現在五點半 已經setting完了我們今天的家 因為他們沒有椅子 我就準備了一個夜餐點 鞋子就可以脫外面 因為舊部落營地是沒有供電的 然後平日的話要五帳以上才有供電 但是廁所有熱水 今天大概是五點半天黑 我剛剛叫他們先去發澡洗一洗 因為我們這次行程是三天兩夜 通常因為交通管制的關係 所以司馬庫斯會建議一定要在兩天一夜以上 就是如果你要去走那個巨木群登山口的話 那我們就是第一天在這邊宅移 第二天是住上面的小木屋 在舊部落營地宅移的好處是 這邊有一條小路可以直接通往巨木群的道路上面 所以大概少一公里吧 好像應該是十度左右 今天天氣沒有很冷 我們就準備要去整理整理 然後吃晚餐 晚餐吃關東煮Costco的 超好吃的 夜盒四人份 都超好吃的 超舒服的 現在圍在這邊 烤棉花糖 喝熱紅椒 好好看投影機 好爽耶 好爽耶 太爽了吧 烤椒喔 沒有椒 就是那個味道很濃耶 小慧琳真的是烤椒了 真的嗎 現在是十一點二十七分 我們裡面已經有朋友在睡覺了 起床 起床了 啊 現在外面溫度是六度 可是他們說很溫暖 那我們準備要睡覺 明天預計八點要起床 希望是十一點以前可以 從這邊出發去巨木群 那就明天見啦 晚安 拜拜 大家晚安 拜拜 早安 現在是第二天的早上八點 然後太陽還沒出來 可是天氣很好 今天晚上睡得很好 帳篷還是適適的 等一下曬一下 希望十一點以前 開始起燈 現在八點二十 太陽還沒升上 不會那麼快就被曬醒 真是挺不錯的 蜜光 蜜光 蜜香 蜜要什麼 蜜今天要吃什麼 阿姨我要蘿蔔糕 加蛋 蘿蔔糕賣完了 現在剩下熱狗要不要 阿姨我去隔壁買 現在是十一點二十三分 我們要從舊部落影帝出發去巨木群 我們剛剛把車停到A區 有一個曬不到太陽的地方 這邊比較大 而且還有自己的廁所 可以搭A區還不錯 現在要出發了 從C區跟衛浴 中間下去 小路下去就會接到巨木群 走了一公里的地方 到底 有一個往舍木 行不行 GOGOGO 這條路就是穿梭在竹林裡 路上都有可愛的標示 十一點三十七分 這邊有一個往巨木群 有一個下橋 這邊應該就是走過來了 所以比較強 往巨木群的路都是一片漂亮的竹林 因為司馬庫斯有交通管制 所以說來的時候是 十二點四十以前跟三點以後可以上山 回去的話是兩點以前跟四點二十以後 管制站才會開放 所以等於如果你要今天爬完就要下山 要兩點以前 但是因為我們是一樣 再多住一個晚上 我們今天是住小木屋 所以我們就可以慢慢走 我們是十一點才出發 地上有一點濕濕的引力 但是沒有到很爛引力 十一點五十六分 我們到了第一個廁所 看一下喔 好可愛喔 很漂亮亮的廁所 景觀廁所 那邊有石 裡面也有一條乾掉的 很漂亮可是不能沖水 可能是壞掉還是沒水 過了2K竟然有一個小小的碎石坡 好可愛唷 天氣超好的 路上會有一些可愛的標示 這邊有一條岔路 繼續往前 過了岔路就會到櫻花林了 是還沒有開完的櫻花 這邊開滿一定很漂亮 過三天我可以下節 有一個休息的地方然後有廁所 過了橋 有一個這個 啊我們是走一圈啊 走一圈約30分鐘 12345 應該是從上面下來了 還有一個步道路線 現在是12點56分 喔已經到第一顆啦 就在那裡 進來巨木不大旁邊就是溪水 清澈的溪水 我好像還沒看到巨木 啊裡面好像植物園喔 就是空泊進來 然後往前走一段 又有一個標示牌 這邊有一些圍起來的樹 哇 好大喔 現在因為疫情期間收遠的時候 他們有做這個木栈道設施 所以就順著這個走 看來來到一棵好大的樹喔 很像樹人欸 然後可以再往上繞 那邊就繞一圈了 然後這邊就步道走回去 一點半 我們要繞一圈回去了 走一圈應該不用30分鐘 只是我們拍照拍了很久 現在回到剛剛的入口處 我沒事 我沒事 我們要往後走 直接走嗎 不要管直接走 對 看起來就是那邊沒錯 是一個很大的部落 走下來西邊 玩水 不可以撥別人喔 到了 3點03分 我們回到露營區了 路到走上來接回 露營區的那段路比較有一點坡度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點累 可是還行 因為大家都完成了 很棒喔 很棒喔 因為司馬庫斯部落就只有露營區可以開火 所以我們要把最美吃完都熱熱 小吃一下 然後我們就開去煎藥住的小木 現在3點22分 我們現在要出發去小木 大概開始5分鐘就可以從 部落營地到遊客中心 司馬庫斯是你打一通電話 然後你跟他說你的人數跟日期 他會跟你說現在還有的小木屋的房間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訂 訂了之後要來這邊確定 我們住在加盟區 我們住在這裡 我們住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開上去耶 對 就是我們家邊那邊 接入住的位置在藍色的房間 好 這個園區蠻大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到我們今天住的地方 加南小木屋 它全部都是一套的 所以規劃得很好 打擾了 有冰箱 有廁所 吸電盆 好香喔 好想這個洋啊 漂亮喔 平日一個晚上5400 可以充電 有吹風機 耶 我喜歡的 還有浴機 廁所是乾濕分離 渦浴還有水 這邊的熱水供應時間只有 六點到十點 所以我們等下先去吃完飯 再回來洗澡 今天是五點 我們要走路去吃飯 就在前面而已 因為他是五點半才開始吃 可是看很多人都已經走過去了 所以我們想說先去晃晃看看 這裡超像在美國的一個小部落 真的超可愛的 後面的小木屋很漂亮 這邊是我們吃飯的嘉南咖啡品餐廳 這邊就是巨木群登山口 雷豆嘉南美食 這個不可愛 根本還沒開始吃 你們在那邊是幾點 因為還沒有開始吃飯 我們來到一個在他隔壁的飾品屋 這裡的 水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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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現在還沒開 但是我們先找位子吃飯 下面那個房子好可愛喔 你看 沒錯 謝謝他們守護家園 讓我們來 走到底有一個觀景區 超美的 真新美 而且你看他那個煙 超可愛喔 我們就是在燒東西 我們需要做什麼 先報到 然後再確認一下餐點 好 好 一個馬告雞 跟一個山豬肉 跟一個山 烤半雞 好 飲料茶水旁邊 我們點了三份 這個是馬告雞 這個是烤半雞 還有一個可愛的地管 嗯 跟山豬肉 一個湯 一個水 而且大家都吃火鍋 所以今天你們可以吃火鍋 可能是冷山上冷 但是因為我們昨天吃過火鍋了 剛吃那個雞腿雞 就是山上的味道 捧場一下在地的美食 再來是晚上的酒店 外面大概八度吧 我們今天每個人都超累 就是可能昨天有些沒有睡好 然後今天走一整天的路 就有點迷流這樣 我覺得其實這一趟的司馬庫斯 這個行程安排的還蠻好的 我們是三天兩夜 第一天是住在舊部落的露營地嘛 那因為從那邊走到司馬庫斯 所以大概節省30分鐘 然後這樣我們就等於第一天又體驗到露營 然後第二天我們是住在這個小木屋 露營地是一個晚上一千塊 可以睡四個人 小木屋的話是我們住的這個四人 是平日五千四 又和早餐 早餐只有規定在六點半到七點半要吃完 但是我覺得就還不錯 那兩個體驗不一樣就是 露營就是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去露營 然後去享受那個露營的樂趣 然後晚上我們可以煮自己要的火鍋啊 烤麵花糖啊 因為這邊的一進到小木屋去 是全部規定不可以開火 不能使用明火的 我覺得這個行程安排的很好 是因為我們同時可以享有 就是第一天露營的快樂 然後跟我們今天來小木屋 我們就走了一整天的累嘛 然後小木屋又很熱的熱水 室內溫度也比較溫暖 然後房間也蠻舒適的 可能費用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以我覺得在高山上 這樣子的住宿來講是很合理的 可以去點個餐廳的菜 然後就有人幫你煮好 你也不用擔心要煮什麼 那因為今天太累了 所以我們就要趕快去休息 然後明天早上 看有沒有辦法起來吃早餐 明天就要好好休息 明天見囉 開始早上了7點21分 外面只有7度 我們要來吃早餐 吃完早餐了 剛剛GoPro沒點 早餐就是簡單的粥肉鬆化身 高麗菜跟一個腐皮卷 然後還有吐司 我們剛好拿完最後四片吐司 所以到海上早一點 那時候7點20已經沒有了 還有奶茶咖啡跟水 還有蘋果 吐司的奶油很好吃 奶茶也很好喝 不要一直看著我 奶茶也很好喝 咖啡是無糖的 是大人喝的 剛剛有個小妹妹喝咖啡 我還問她說你是喝咖啡嗎 我們要繼續睡覺 我們運氣超好的 因為今天要開始下雨了 然後我們來之前也是在下雨 所以呢 我果然是天氣之女 咖啡 謝謝 居然太熟了 我們要睡覺囉 拜拜 現在是11點 退房時間是11點半 然後我們把這個鑰匙投進 運用中心 鑰匙放這裡嗎 對 這樣就好了 謝謝 就結束這一趟的旅程了 謝謝大家支持的收看 下次見了 拜拜